主席能不能邀请我们的外交部部长贝勋 谢谢 蔡委员好 部长好 部长我想今天最夯的一个议题 早上在立法院讨论的很 大家很激烈的 大概就关于说这个国防部 有一批公文外流的一件事情 为了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宪兵队 还去一个卫姓的人士他家 说这个公文一定要把它追回来 要捍卫我们政府公文书 这样保存的一个权利 那我想说部长你晓得这个新闻吧 你有看到吗 所以对于政府官员来讲 这个相关的公文书的保留 应该是个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它有相关的年限的规定 有保存重要的事情 那你知不知道在去年 也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 关于我们外交部过去的旧档案 在对岸的中国在展览 你晓得这件事情吗 我知道我有看到那个 你有看到 那你有没有比照国防部去报案 赶快派人去处理还是怎么样 我有特别请调法师去做一个了解 到底这些档案是过期的 还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那调法师后来怎么说 我是不是请我们调法师 市长简单的跟您说明一下 好 报告委员 关于这个案子我们查过了 因为那个都是40年50年以前 那个的公文 按照我们的法令 那个机密都已经都失效了 市长 市长来来来 我请教你 你的意思是说 只要4050年以上的公文 就是过了机密的核定期 对 那很奇怪哦 今天早上我们有遇到国防部的人 国防部告诉我说 极机密的公文 还可以再次核定 有这个东西吗 是可以再次 但是那个 但是那个要经过 还要经过立法院的同意 还要立法院同意嘛 所以没有人这样干就对了 没有人这样干 没有人这样干嘛 所以这就是外交部跟国防部 不一样的地方嘛 对不对 外交部有先去 你们有看到公文的内容吗 是我们都看到过了 你们有看到 你们有派人去中国看了一下 不 我们看到那些影本的 我们都收 影本 影本有什么东西啊 就是那些公文的 那些公文的影本 我们都 你确定你们有看到公文的影本吗 是 全部的内容影本你们都看过了 全部的 有一部分 有一些那个人提供给我们 我们都看过了 有看过了 我为什么要问你这个问题 因为最近 大家对于公文的主张跟保留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看到相对于国防部 因为也是一样 五零年代六零年代公文 所以国防部就产生这样一个行为 产生很大的人权的争议 那我就在想到 对于外交部的公文 反而流落到对岸的中国做展示 那我想问一下 按照这个公文如果过了这个机密期之后 你们怎么处理啊 我们的公文 是上雅虎拍卖还是怎么样 不会 绝对不会过 那还是要保存的 虽然 那保存为什么会跑到对岸去啊 我们甚至相信 当年的保存 有疏失的地方 可能早年有同仁 同仁那时候 有做一本拿出去 您刚好有陈储贵相关人 因为过四五十年前的人 大概现在都已经退休了 所以你们内部的 陈储报告有没有 是因为我们已经有 做过调查报告 当然我们就承认过去的 那你的调查报告 也分给我好了好不好 这个案子你们有做调查报告 有 有做检讨 那好那我请教一下部长 这个里面有写到极机密 部长你大概也知道这件事情 你觉得这种事情该不该发生 我想基本上是不应该发生 因为我们有党库嘛 我们国家相关重要的公文 我想外交部国防部讲 他是一二名 大概没有人敢说超越他 对不对 尤其是你们自己 就核定极机密 结果这个极机密不但流出 还可以在对岸的展示馆展览 你们外交部不需要 有人出来道歉一下吗 不论是20年前或30年前 流出去的 他在你们内控非常有问题啊 怎么可以有这么严重的问题呢 那部长你也觉得说 反正时间夹固啊 过了机密核定了 没关系啦 无所谓 是这样子吗 不是 我们有内部有做一些检讨 这个如果委员有意愿 所以我才说嘛 你们的检讨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检讨 你们是否把人找出来 到底是谁把他流出去 要去查 你不觉得这个很严重吗 你不觉得这很严重吗 还是觉得 反正过期了就算了 无所谓 但过期是一个原因的 这也是列在我们检讨的里面 我就要说 我刚才问你们 我才问部长嘛 你们的公文过期之后 你们怎么处理吗 刚才还会 司长说还会继续保留着吗 还是有档案的管理 还是有档案管理嘛 所以 基本上没有牵涉到 卸密的部分 你们的档案管理 就是被人家流出去了吗 是 是没错吧 如果是早年有人把他带回家 在我们的档案里面是不会流失的 如果是在我们的 当然这个有两个可能 一个是在档案里面 我们认为是可能性不大 可能是早年是不是也有一些 这个同仁 把他带回家去增长 是过去的 所以外交部的官员退休之后 还可以去档案库里面 找一些他喜欢的工文 带回家增长起来 这个是不应该的情形 部长你越讲 我觉得你应该要好好的内部 再去重新开检讨会议 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情发生 你看看我们隔壁的国防部啊 针对这件事情大张旗鼓啊 他们开了什么会你知道吗 他们说 由他们的国防部的战战局啊 开了一个重要的会议 然后马上指派宪兵队 去当事人家访查 然后呢 请他牵着自愿被搜索同搜 把他家全部翻箱倒柜找了一轮 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公文啊 人家国防部这么重视呢 你外国防部都没关系 我们有请调法师来做一个检讨 做一个处理 你会后你把检讨报告给我们 可以可以 没问题 这第一个 好 再来 第二件事情 我想我们今天所有的委员 都非常关心 我们的马英九出访 久安专案的一个问题 那刚才我们几位委员 请问你的时候 你说这个总预算 大概是一亿两千五百万 不会超过二分之一嘛 对不对 对 没错嘛 好 那刚才你也先 首先第一个 当时我们的招伟刘委员 他也请教你说 到底有哪些官员陪同出访嘛 对吧 是 你说有外交部 你会去吗 会去 那你们的司长有谁去 我们主要是我们的拉美司 还有我们的礼宾处 有 来 还有谁 我们的礼宾处 是礼宾还是礼宾司啊 以前是礼宾处 礼宾是不是 以前是礼宾处 后来主改之后 还有谁 就两位 当然你们还有下面的工作人员嘛 好 这外交部就主要的 一级主管就三位就对了 是不是 是 好 那你说还有 乔委会嘛 对不对 是 乔委会有谁去 乔委会 原则上是两位 就是委员长跟一位同仁 委员长跟一位同仁 两个人去而已 好 那 国安会 也有人去嘛 对 国安会 国安会有几个人去 国安会主要是秘书长 跟他相关的图人 还有谁 相关是一个两个三个 你们到目前为止 机票都买好了 总应该知道几个人了吧 对 我们这个 几个人 我可以把这个名单提供给你 我这个因为 大概几个啊 十个 五个 二十个 国安会有四位 国安会四位 好 然后你说还有 卫福部也会派人去嘛 对不对 卫福部原则上是一位到两位 现在那个有确定吗 确定了没有 卫福部谁去 卫福部谁去 一位那个次长 次长 为什么次长去瓜地马拉干嘛 因为是这样子 因为瓜地马拉那边有那个 现在大家讨论到整个中美 我了解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卫福部的次长去 是不是要代表 跟着马英九要捐东西给瓜地马拉 是这样子 有没有 我们会 部长你长有或没有就好了 有有 有嘛 那你为什么刚才结果我问的时候 你都说完全没有任何的捐献的活动 委员这个是非常小额的捐献 就是多小啊 只是我们提 为什么我们的次长都说要去了 还是小事情 我们次长就不要去啊 我要是提供一些药品 还有这个 大概金额多少钱 大概金额多少 我 金额多少 这个非常有限 我想这个 来跟委员报告一下 那个医疗合作是新任政府 Jimmy Morales 上台以后 第一个施政措施 所以并不是因为马总统 这次去 好啊 你跟我说大概多少钱 大概多少钱 他全部我们是分几个阶段 从哪一年开始执行 从今年开始执行 开始所以是新的案子嘛 新的案子 新的案子 所以为什么部长刚才对其他委员在背询的时候说 没有新案子呢 这个是新政府 完全跟马总统出访无关的 是他上任以后跟我们的大使馆来沿泥的 所以我的意思 刚才我们的部长不是有跟我们所有委员在执行 有讲过什么 说绝对不会有相关新的案子在这次被执行 都只就案子而已 不是吗 那刚才 市长你讲的是新案子嘛 这个案子它不是马总统去才有 这个案子是本来就有的 不是 等一下 来 市长我再问你 这个案子什么时候开始执行 今年1月他1月14号就职以后 跟你我们拜托的嘛 对不对 我们列入 是嘛 所以今年就个新案嘛 是不是今年度的新案 是今年度的新案 对呀 没中你有听到吗 没有没有 还是你们两个要不要回去瞧瞧 不是这样 我觉得 这个是我们年度计划里面的一个案嘛 你们年度计划有这个案子吗 对 就是 市长 你刚才告诉 等一下等一下 市长你刚才说是 今年瓜地马拉的1月份就职 然后我们跟他提出这个合作案嘛 对不对 怎么会在我们去年度就编出来了 我们这么厉害啊 没有 知道去年度他就要跟我们提这个 我们跟每个国家事实上多有 友邦他都有一些合作案 我们按照年度的预算里面来执行 而不是因为说 我会建议部长 我会建议我们的部长 这个案子你就要想一下 我听一听大概 这就是马总统去瓜地马拉的礼物啦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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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你们这个案子从头到尾不要开记者会 可不可以 也不要任何的公布 可不可以 不是我们 那为何部市长也不用派人去 就派一个科长去就好了 行不行 我们只是 所以不会嘛 为什么 因为他会当成我们马英九 马总统去瓜地马拉 两国友好合作的政绩嘛 不是这个机 啊你就讲有就好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委员不是这样 还是你觉得 我们是就有认识 因为这个计划事实上是一个年度 这个新年度里面的计划 我想是新计划 不是马总统的新计划 这两个里面是不一样的 这是外交部的新计划 跟着给马英九去做了嘛 没有这是我们年度的计划 不然你为什么不要等到 为什么不要部长你自己去 直接给就好了 马总统 我听你今天不太奇怪 不是 马总统这次去也不是针对这个计划 马总统去只是说我们因为 那你要不要把这个计划停掉 计划当然不能停 为什么不能停 可是马总统去不是说 去强调这个计划 而是说我们针对那边 那到卫福部次长就不用去了 如果部长照你这样讲 他不是你们的重要的案子 也不是马英九总统说重要案子的话 那你们就自己大使馆 直接捐赠就好了啦 为什么要拖到总统去的时候 去做这个promote给总统呢 我们这个事实上也是能够去 另外我想问一下部长 这次去是总统专机出去嘛 对不对 不是我们是 商务专机 我们原则上是 商务飞机出去 对商务飞机 商务飞机 所以一样是商务飞机 就是一个行李党 生意人坐飞机出访就对了嘛 不是我们是 商务飞机不是这样子 过去都是这样子 所有的出访我们通过是 因为我们的总统专机 因为到其他的乡邦高酒 你的过境可能上空有问题嘛 对不对 总统的班机其实专机它没有这么长的一个航程 对嘛 所以你是把真用 你就是跟长龙或华航 请他们来出嘛 那到底他是 过去都是这样子 我知道啊 所以他到底算不算总统专机啊 不算 到底算不算总统专机 不就是我们是 Charter的一个 就是特别安排的一个飞机 我为什么要这样讲 你们要经过墨西哥对不对 墨西哥最近对台湾非常不友善 我还没问你这个问题 我们会安排 这个主要是透过他们航空航空航来安排 是 谢谢委员 谢谢